为了配合国际难民州的活动 澳大利亚中国移民福利会开展向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活动 福利会主席黄兆芳指出 在悉尼的难民营中中国难民有超过一半 而女性难民80%以上是中国人 中国难民申请者的数量众多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社会缺乏公正 6月15日到21日是澳大利亚国际难民州 位于悉尼的中国移民福利会 于6月19日开展国际难民州服务资讯讲座服务 邀请移民部、社会福利部 Asheville的市政府官员及红十字会难民组织等 为华人难民提供资讯服务 移民会主席黄兆芳表示 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公正 有许多中国人在澳洲申请弊卖 中国人非法移民越来越多 关在里面的先少一半 那么如果是富比部分呢 超过80多 我希望能够在国外少一点的看到难民 对不对 看到难民越多的难民 就说明我们中国没有自由 正在申请避难的法轮功学员邵先生表示 因为他在悉尼参加法轮功活动 他在中国的家人也受到牵连 就我家毕超大约前后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其实警察也走了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Ashfield市议员瑞瑟瑞南表示 难民为澳洲社会带来了重大贡献 澳洲有帮助难民的义务 参加活动的难民 还对帮助他们的难民组织代表表达了谢意 新唐人记者李月希宁